在台南县有103岁的无心幼童 上学两个礼拜以来 一直喊说脚好痛哦 而且每天呢上学的时候都嚎啕大哭 家长以为说 是不是鞋子太小了 帮他换了一双大拖鞋之后 还是说很痛不敢去上学 最后呢家长把小孩子抱起来看 才发现原来这个小男童呢 脚底板瘀青了 追问之下才知道 可能是在学校的时候遭到了老师体罚 但是幼稚园方面却是否认有体罚小男童 反倒是质疑家长的管教补党 现在双方是各指一词 而家长的份额向警方提告 现在呢 县府社会局也要介入调查